都说人的感情是相互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懂得 生活中总是有些人习惯了得到 便忘记了感恩 习惯了拥有 便忘记了珍惜 很赞同一句话 感情最怕的 是一腔真心 换来对方的毫不在乎 有时候你越是对一个人好 对方却越不当一回事 慢慢才发现 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对他好 是的 你的付出要留给值得的人 才不会被辜负 童华曾说过 但凡人心 只要付出了 不免 期待回报 你真心 实意的付出 对方却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任凭是谁都会感到心寒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永远都是相互的 没有一份感情能仅靠一方的付出维系 正如蔡康永所说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 每次让对方开心 存款就多一点 每次让对方难过 存款就少一点 不要一味的从中提灵 任性的觉得你的钱永远是挥霍不完 不是的 当你存款变成零的时候 就是对方离开的时候 作家三毛 在去法国留学前 家人再三叮嘱他 相遇是福气 凡事多忍让 照顾一下身边的人 吃点亏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三毛谨记父母的叮嘱 在学校寝室 他不仅主动包揽寝室的卫生 甚至还主动帮室友们铺床 自己的衣物也任由同学拿去穿 刚开始 室友们很感谢三毛的付出 可久而久之 他们就习惯了三毛的付出 觉得三毛做这些事 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肆意指挥三毛 为他们做事 把什么脏活累活 都扔给三毛 室友们的态度 让三毛觉得心累 最后 他决定搬离宿舍 三毛曾说 我多么愿意 他们能欣赏我的友善 可惜的是 事实证明 他们享受了我的友善 却没有回报 我应该得到的尊重 就像李公俊诗中 所写的 你的理所当然 让我感到心寒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愿意为你付出的人 一定是 珍视你的人 善待每一份付出 珍惜每一段感情 如果付出不被珍惜 真心不被回应 再深的感情 也会出现嫌隙 最后 转身离开 淡化西游里 至尊宝 有句经典台词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面前 我们要珍惜 直到失去时 才追悔默契 人与人之间感情 都是相互的 不要把别人对你的付出 当作理所当然 不要等失去了 才后悔 这世上最难得的是人心 最义得的 也是人心 想要收获真心 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 想要付出收获回报 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 是的 人心永远是互换的 宋朝时期 有个叫鲁中的人 早年家境贫穷 自父母去世后 便一直以乞讨为生 鲁中有个特别的喜好 爱看书 但经常因为看书太专注 钱被偷走了 都毫无察觉 有一次 鲁中生病了 在街上乞讨的时候 晕倒了 这时候正好 有一对母女路过 见鲁中倒在路边 心生怜悯之情 将鲁中带回家 并请大夫 为他医治 鲁中病好了后 还把他留在家里 疗养了几天 当这对母女得知了 鲁中想要当官的志向后 便将家中不多的银两 赠给了鲁中 作为他入京赶考的路费 鲁中十分感激 这对母女 说到将来我若是高中 必将好好报答 随后便辞行 进京赶考去了 鲁中进京后 投在当时宰相门下 受到了重用 没多久 就坐到了上书的位置 后来他奉命 回家乡办事的时候 专门去了当年 那对母女的家拜访 发现母女现在生活窘迫 他便将母女 接入自己府中 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 对待他们 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在这一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人相处 全靠一颗真心 真心最简单 也最可贵 正所谓 你雪中送炭 我仗义相助 你如何对待我 我便如何对待你 有句诗中这样写的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取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杆秤 我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笔注 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 你却无动于衷 毫不领情 谁都会慢慢从热情 变得冷漠 谁都不傻 若是自己的真心和付出 总是被辜负 自然就不愿意 再付出真心了 梅姐是一位保姆 负责照料家家的日常生活 她经常上网学习新菜式 变着花样给家家做吃的 坚持每天都会去一次菜市场 只为了家家能吃上新鲜的饭菜 总之把家家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细心照顾 后来梅姐年纪大了 出现了中风的症状 生活逐渐无法自理 家家因为工作的原因 无法照顾她 便把她送去了设备齐全的养老院 只要家家一有空 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 陪她聊天 吃饭 散步 直到梅姐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梅姐一生无儿无女 但是家家却让她体验到了当母亲的感觉 家家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及 他们毫无血缘关系 为什么会对一个保姆这么好 家家总是笑着回答 因为她对我也很好啊 让人不禁想到诗经中的一句诗 投我以木瓜 抱之以穷居 非报也 永以为好业 你送我木瓜 我回赠给你美誉 不仅是为表达谢意 更是希望彼此均珍重这份情谊 常言道 人生怕走错路 真心怕给错人 人与人最舒服的相处 莫过于用一颗真心 去回应另一颗同样值得的心 这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互换的 你对他真心 他就对你诚心 你对他寒心 他就对你死心 记得要把你的真心和付出都留给那个值得的人 才不会被辜负 愿你的每一份付出都能收到回应 愿你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 Zither Harp 草原上的风 明朗的夜空 牛羊在湖边游荡着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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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凭 不停下 我轻熬的茶 在包里的花 温暖着我右边 海角天涯 浮浅的群马 坚定的沉默 让我永远不停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